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家是一个大的家庭 然后有七个兄弟 有一个姐姐 然后我父亲呢就解放前就是49年前 他是做茶叶生意 他开了一个就是做药茶 在厦门 在厦门 然后这个当然后来公司合营以后 就是五十年代以后 他就停了 然后后来他因为年纪大 他也很早退休 那我母亲是家庭父母 因为这个孩子很多 所以他们并就是跟这个文化艺术这些没有什么关系 可以说是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我父亲因为他们那一代人就是就是那时候父亲他喜欢教一些这个画家 他自己也画了就画了 他也画一些他也画一些毛病字 这个这个这个 那他学过画吗 他应该是我不清楚他应该学过画 然后我兄弟就是都喜欢画 从小喜欢画 都是这个传统 但是就是真正的学美术就是我活一个人 因为正好是77年这个高考才有这个机会 但是应该在77年以前你自己 对对对 在77年以前我就就画了很多 画了很多 就就就就就家里有这个关系 那时候除了你在家里自己画之外 有什么老师或什么人对你影响特别大 对对当然是有 有一个中央美院的一个毕业的一个一个老 一个一个毕业生他分配到这个我们中学的大美术老师 后来也认识了这个这个这个从自美毕业的一些他们在下轮工作 就是就慢慢接触一些比较比较正规的东西 中央美院的那个叫什么 中央美院的叫 叫叫金乃正吗 金乃靖 不是中央美院的是 浙江美人叫金乃靖 然后中央美人叫洪瑞生 对我都认识他 洪瑞生还和我同学 对对对对 我知道金乃靖在厦门 但是我不知道洪瑞生也是 对洪瑞生是 因为洪瑞生60年代我在美院的时候 他也在美院 对对对 他因为我当时在中学里面快毕业了 然后他就当美术老师 然后就是就是我到他家里看他的一些油画风景 什么金文物什么 然后也经常常都每星期我就都去他那里 把我自己画的东西给他看 然后他也很留心这样 就是 我对他印象很好 对 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对不对 非常认真 非常老师很以本正经的 好像很能够信得过的这样 对对对 很好 而且这个清真恳恳做事 就画画也是非常认真 对 那你那个时候有特别崇拜的艺术家吗 比如说中国外国有什么人 这个倒没有说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人物 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说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所有事情都是因为一个爱好 就是这个是以后的 以后才开始 因为当时也在中国也没有这个这个职业 可以说大家就是喜欢画画了 是吧 也没有艺术家这种职业 是吧 最多就当个美术老师 但是你在77年以前 你是在学校里呢还是到乡下去呢 我在乡下 我在乡下有两年在下面的郊区 但是这个两年的郊区当然除了乌龙以外 当然因为会画画嘛 就经常也是到上面去搞一些宣传啊 宣传画啊 就搞一些什么创作啊 就是搞任务了 就是教给你任务嘛 就是对对对 就是要去去做这些这些事情 嗯 那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想要进学校呢 没有啊 还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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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想法因为因为 所以當時還是功能兵學院嘛 功能兵學院 但是也有可能 因為馬上就可以高考 我馬上第一屆我就報考 因為當時也是一個唯一的出路 所以我必須要從鄉下回來 這不是個辦法 而且有很多人 比方說錦蘭晉、弘衛生 他們都鼓勵說應該去考試 要嘛去考智美 要嘛去考中央美院 就是要這個 所以你考的時候就選擇 要到杭州去 因為當時就是華東去做事 也只能考 最好就考了智江美院 因為既不能參加廣東美院的考試 當時也不能參加中央美院的考試 當然當時就是 當然也報考了其他的學校 比如說福建師範的 福建師範大學藝術系 因為在福建就是最好的 然後華東就是枝架美院 就這樣 你還記得你教的什麼作品嗎 我教的什麼作品 我是記不太清楚 我覺得是教了一些油畫 但是你還在學校嘛 聽說你也在學校 你考的時候我在學校 但是你進了學校之後 我很快做了 但是我報考了那個作品 後來是徐永祥老師到我家裡去不查 他們說他們不相信我教的這個東西是我畫的 是吧 這是你寫生的東西 我寫生的 但是創作的東西 教人當時好像有一張創作沒有 創作我記不清楚 到底有沒有一張創作 但主要是寫生 因為這個報考的東西 都是一些油畫寫生風景啊 人物啊 什麼 因為我當時畫了很多的風景 畫了很多 那種下人的屋頂 畫了很多 海邊 用下人的海邊 這個 所以徐永祥來下門來復查 我不知道你當時是不是知道 說 因為我後來就是 沒考取嘛 他寄了一個 一個魏都奇通知給我 同時裡面加了一張 陸奇的這個 這個 陸奇的這個通知 兩份 是吧 陸奇通知有蓋個紅章 魏都奇的通知沒有 就是魏都奇 那我就 不知道 我就著急了 我就說這個怎麼回事 那這個是過了很多年以後 才他們從內部說 因為這裡面有個調包 因為徐永祥 當然這個說起來 可能不是太那個 實際上像軍國富州 然後有什麼朋友 什麼什麼弄弄弄 後來就 後來就知道我們班的同學 就富州的叫唐一哥 對 因為這兩個名額 有一點爭議 因為我是遲 差不多 這個學校開學以後 一個月我再進去了 是屬於 本來是只有12個學生 後來我進去變成13個學生 後來唐偉哥也進去了 沒有 他進去了 他是正式進去了 我是屬於後補 我是屬於後補 對 所以這個經歷也是 所以這個事情是很偶然的 偶然性 如果不去的話 我如果不去的話 我現在不能想像 我是到底這個 路子是不是今天這樣 當然我知道 我覺得一切都是偶然 但是一切都是避難 可以 可以 道理上可以怎麼說 是吧 因為 事情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不能假設 我們不能在天天的窗上 也沒有第二個選擇 對 也沒有這個選擇 因為一切就是這樣 只有一個選擇 就一個選擇就是這樣 沒有 其他沒有 但是你到了學校之後 你覺得比較開始自己有自己的思考 這種方式是大概什麼時候 慢慢發展你一個獨立的思考的方法 跟一般老師啊 或者是當時學生所做的不太一樣 有沒有一個特別的階段性 我覺得可能 可能是在從二年級以後開始 因為一年級嘛 就是因為剛進去的時候 還有一種緊張感 而且我的這個成績 在班裡面屬於中下 是吧 也就跟杭州的同學比起來 跟上海同學比較 當然我這個基本功沒有那麼好 是吧 這個 但這個都不是問題 但是我覺得是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背景 就是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 有一個就是有一個 當時有一個比較大的開放嘛 說我們可以看很多東西 而且可以 也很多的歡迎 也很多的書記出版 所以這個是在一個思想上 能夠有一個接觸更大 還不是美術的問題 整個從哲學上 當然這個 當然是講思想解放運動 思想解放運動 當然這個呢 可能之前 就是考試前 我已經有一個大量的閱讀 已經是有這個閱讀的習慣 只不過是到學校以後 就更加寬 這個事業 可能接觸的東西更多 但是有什麼書 你記憶上覺得特別印象深刻 這個倒不能說是什麼 但是因為我的閱讀是非常廣的 就是比如說這個哲學 還有社會科學 還有什麼 很多的書籍 我都處在一種 就是有一種愛好 就是看 看了以後 當然不一定馬上去的時候 但是這個 這輯度還是比較寬的 我基本上每個星期都到書店 都書店 所以書架裡面的所有的變化 我都一目了賴 有什麼新書 我都一目了賴 你看書的習慣怎麼樣 你做筆記嗎 我一開始 開始我做一些大量的筆記 我做筆記 但是我一般閱讀很快 一本書就幾天 就能夠看完 但有一些東西 我並不是很 特別是哲學的書 也是很深奧 但是我覺得 我還是用很快的速度閱讀 陳安康曾經說過 他說他當班主任的時候 你拿一個寫的什麼東西給他看 但是他也沒看懂 寫的什麼 但是覺得你考慮的東西 和其他學生很不一樣 你記得那是寫的什麼東西嗎 我也記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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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記不得寫 當時寫的寫什麼 因為其實當時也沒有寫出 什麼獨立的文章 因為沒有寫的獨立文章 不過是有一些是 可能是讀書的筆記 但我記不清楚 應該不會把讀書筆記給陳老師看 應該不會 可能是不知道 什麼 什麼 什麼情況下 會寫一個什麼文章 對他說你拿給他看 說啊 他看了之後 他也沒看懂 還給你 這個 那個 當時對 就是你們那一屆 打七七七八屆的時候 整個學校還是比較保守了 整個空氣 所以有 在有一些 當時同學回憶的 那個我看到一些文字中間 有兩種不同的描述 一種就是覺得 當時很訝異 覺得這一段時間日子過得很不好受 出現一下零零的問題 或者類似這樣 你覺得這段時間 在美院這個 這個大學這個生活 留下的記憶是一個很不愉快的記憶 還有一種說法呢 就是覺得 到了美院這麼一個環境 覺得是非常難得的一個環境 儘管老師比較保守 或者是行政上面 當時黨政領導有各種各樣的限制 但是還是覺得 這是一個思想很開放 很能夠允許你發展的這樣一個空間 所以這兩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你個人認為怎麼樣 在你的大學生活 我覺得這個對年輕人來說 我應該可能有一種普遍性 普遍性就是說 這個他可能 就是比方說他可能一種 對現狀不滿足 但是有可能他也不知道說 所謂滿足是什麼東西 但從今天角度說 也可能是 比如說另外一個人說 是 或者說 有一些年輕人 就比較 就是 他想要超越某些東西 這些東西我覺得是普遍 而且在當時的這個學生裡面 這個傾向還是挺普遍的 還挺普遍的 有時候是 是 是你如果在一個很差的環境裡面 你可能 這種 這種 這種計畫性不會那麼厲害 但是當時 浙江美顏算是一個 比較好的 在全國裡面 而且裡面的老師這些 應該說都是 比較 但這個裡面的 這款作用會更大 這是個矛盾 我覺得 我覺得 這是個矛盾 如果我當時是在另外一個學校 是一個 很一般的學校 我可能這個 反差不會那麼厲害 我覺得是好事 對 我覺得是從今天角度看 我們來看 就是如果一個學校 能夠引起 一個學生的一個 一個肚立思考 或是他有一些 緩判精神也好 我覺得這個學校是成功的 如果這個學校 他培養 他不是說培養 或者說他根本沒有培養 而且學生是博士 庸才 平庸的 出現的是平庸的 我覺得這個學校 就是一個失敗的學校 不知道你 你的看往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 很多事情是很辯證的 我們應該這樣來看問題 有時候從壞的一面 是從另外一方面是好的 對 但我們不能簡單化 我們不能簡單化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還是要跟時代 聯繫在一起 要知道 就是在70年代末 80年代初 中國是一個 一個怎麼樣的變化 一個怎麼樣 就是我說了從毛之後 是吧 像我們這種 從文革出來 雖然我們沒有 沉浸在文革裡面 但是我們總是有一點 到後來 這個怎麼樣一個觀察 我覺得這個是 整個社會的一個變革 只不過是當時我們有意無意的 就是能夠感受到這個變革 那你覺得你現在 這麼多年來藝術發展的狀況 你覺得當時這個環境 這個時代 是對你起的一個正面的作用 我覺得 因為我以前我一直說 我說這個 我去了華國 後來我就說 這個 雖然不是在華國留學 我說我的整個世界觀 都在中國形成 是吧 我的整個藝術上的想法 整個都在中國形成 我到了國外 我沒有什麼改變 我覺得我已經 某些程度上完成了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 我知道我應該怎麼走 我覺得這個就很重要 這個就很重要 是吧 不是說之後 而是這個之前已經 雖然說從今天來說當然 作品各種各個變化 實際上當然有很大的變化 但是我覺得一個 基本的這個方向 我想是沒有什麼改變 也沒有什麼改變 是吧 而且這個電機的這個基礎 是在那麼幾年在中國完成 你年輕的這個時候 有沒有什麼事情 覺得特別遺憾的 也沒有什麼事情 特別遺憾的 我覺得這一些生活 對我來說都是很簡單的 很簡單 因為我也沒有太多的要求 是吧 當時在學校也好 或者什麼 也不是特別突出的 也沒有說一個特別的緩判 是吧 沒有 一切生活只不過是這樣 也是平穩淡淡的 是吧 到今天我覺得 我這個風格也沒有什麼 太大改變 所以對你來說 在杭州也好 後來到廈門也好 後來到法國也好 基本上 你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太劇烈的這種 你是在做你的事情 我覺得 我覺得沒有太劇烈的變化 沒有說 從一個反差到另外一個反差 不過是有時候是贏的 比如在杭州的時候還比較贏 在下面的時候是比較露 然後 那有什麼因素造成你在下面比較 這個因素當然有很多的因素 一個因素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 引都是有一定的時間 引到時候就要有個路 路到一定時候又要引 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是時機的問題 時間的問題 時間一到 你得路了 這個也不是說什麼 是吧 當然這個過程也是 也是個很有意思 因為 作為學生你總要畢業嘛 而且只有畢業以後 你才能夠真正的 因為你在學校你還不行 你還是一個 怎麼說你還是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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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準備階段 是吧 還是一個準備階段 當你 當你出去以後 當你 就開始你覺得 是應該做一點事情 這個事情還是屬於你的 那你 你是不是從小時候 就是一個比較自信的孩子呢 因為看你剛剛講的 到大學以後 到畢業以後 好像很自信 好像很自信 沒有 你小時候是不是很自信的孩子 一點一點 一點都 是嗎 一點都不自信 就是因為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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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我提歌 也不是很強壯 是吧 不強壯 是吧 一般來說 首先你要很強壯 有個強壯 小孩裡面有個很強壯的提歌 對 然後你才能夠 什麼也不是 是吧 這個 我說的這個自信 我覺得 是後來 我們不能 我不敢說我以前都很自信 我在學校一點都沒有什麼自信 沒有太多自信 是吧 畫畫的時候 是跟著 畫得比較好的同學後面 這個你說的 談不上自信 是吧 這個 是 談不上自信 就是畢業以後 也是沒有太 談不上 我覺得自信不應該是一個表面的一個現象 自信 自信是通過你的工作 通過你的工作 以後 通過你的一個長期的工作 你回過來看 然後你覺得這個自信是在裡面 你到了國外之後 你覺得你的思想 你的 就是自己對藝術的想法都已經 在國內就已經形成 所以這就是一種自信 因為很多人 出國 不管年紀很輕 或者後來 都是出國之後 都會有一種 很茫然 很惶恐 很這種 就是不夠自信的 因為一看到整個西方文化 好像是另外一個世界一樣 它怎麼能夠被接納進去 或者怎麼參與進去 它會很 猶豫 但是像你這樣 不是很多人能夠做到你這樣 比較心定 就是我做過的 就是我以前做的 我照樣能夠把這個東西 呈現在不同國家的觀眾面前 所以就覺得這個自信 你大概從什麼時候形成了 因為這個自信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你 你當然要對整個的發展有一個了解 但你要知道我這個外語很差 我也不能讀影 對 我在中國的時候 是吧 這個也不能看影文 我的所有資料也是 都是通過翻譯 也是一些零星的一些 但是我覺得這個 不是太重要 不是太重要 就是說你能夠在一些零星的當中 你找到最重要的東西 從今天來說 反過來看 還是最重要的東西 那當時怎麼會得到這些 最重要的因素呢 我覺得這個 我也不清楚 我也不清楚 是不是 我當時為什麼不會去轉 不會去關心那些 那些那些表面上好像很 很時髦 或者說 但是從今天的角度來說 不是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很多人是這樣 對 很多人這樣 是吧 而且所有的我剛剛說了 所有的消息都是零星的 我們必須要通過自己去整理 我覺得這個整理的過程 這個 這個 這個過程很難去說清楚 說你 什麼原因 你會 所以這點是很允許的 這就是你的才能的所在 否則的話 每個人都能做到這個 就不可能了 就是你有這個特殊的一個才能 能夠在這種毫如漢孩的資料 資訊信息中間 能夠挑到主要的東西 雖然你不懂外語 可能比那個懂外語的人 還要抓的正確 這就是很重要的一點 因為人生的時間都有限 你獲取知識的 對 而且也不可能獲得一個全面的知識 其實所有東西 我們都是在一個選擇當中 我們當然要選擇 是吧 但是我們也不敢說 我們的選擇是 在今天來說 人家都空論是重要的 當然 只不過是我自己認為說還是比較重要 自己這樣選擇還是比較重要 是吧 因為每個人各有所好 是吧 是吧 你認為重要的東西 別人認為完全不重要 這完全就是差別太大 我覺得這個 這個人的這個看法 可以說千差萬別 你認為重的東西 他認為輕 你認為輕的東西 他認為重 是吧 這個 所以評價在於別人 評價是由歷史來評價 不是由我們 我們 我們只不過說我們 認為可以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還比較現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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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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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